这首歌叫做《渺小》 是我以前有一个乐团 九二九 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的第一首歌 然后那时候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 因为我的阿嬷 她是种田的 她从从 她常常会跟我说 九岁就在市民啊 十几岁没的草岛 十六岁 我就开始状态 所以她是九岁养羊 十二岁卖臭豆腐 然后十七八岁开始 她就是一辈子都在种田 那 然后就这样子养了我们这三代这样子 就非常的伟大 那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种田好像 不是什么很厉害的职业这样的 很高尚的职业 或者是很赚钱的职业 可是其实 大家要知道就是 当你没有粮食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生存的意义 你要听歌 你肚子饿了 你一定比较想要吃东西 比较不会想要听我唱歌 对啊 所以我觉得粮食很重要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的阿嬷 那他一点都不渺想 就有了这个念头 就他很伟大 他做了这件事情的价值不是决定在他赚多少钱的 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渺想 然后也送给大家就是 不要小看自己喜欢的事情 谢谢 你现在活着 我这已经死了 这个冬天依然不下雪 这个夏天依然令人疲倦 这个世界不会为我们而改变 没有你的日子很难过 我想一下也许比较舒服 我们只是小人物 没什么特殊 未来对我们太遥远 你这太大看不到边界 声音太小太脆弱 太无法掌握 可是阿玛曾经这么说 其实每个人都不好过 也要努力认真生活 生命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不关你也是笑着 或者忍不住也哭了 不关你现在活着 或着你也想离开了 这个冬天依然不下雪 这个夏天依然令人疲倦 这个世界不会为我们而改变 没有你的日子很难过 回想一下也许比较舒服 我们只是小人物 没什么特殊 未来对我们太遥远 宇宙太大看不到边界 声音太小太脆弱 不关你也是阿玛曾经这么说 其实每个人都不好过 也要努力认真生活 生命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